85 東方日報 日式炸物供入炮台山 2015年7月10日富刊E05新店登場讓雅清紫怪韓風太流行 提起炸雞,大家通常都會聯想起臨滿醬汁的韓式出品 雖然濃郁野味,但就略嫌不夠香脆 也品嘗不到雞肉的原汁原味 相對而言,患是乾爭爭的日式炸雞較合心意 由於日本人習慣先醃好雞肉再炸至金黃香脆 不但加配入味,而且徒手享用亦非常方便 極炸雞美元283件賞品嘗完汁原味就要試試極炸雞 試尖面甸的人氣小食,外脆內亂十分香口 也保留了雞肉的原有香味 醃完再炸方便食用最近炮台山開了一家名叫 包大屋炸雞 的外賣炸雞店 招牌大大隻字寫著唐陽 而這個日文漢字的意思就是將醃好的食物放入滾油中炸熟 這家只設外賣的小店開中名義煮炸雞 招牌大來軟味、銀鹽、金柚子與和風堅與昆布湯四款口味 師傅先用薑、蒜蓉、醬油、清酒及其他調味料 將巴西冰鮮雞葉置入味,然後均勻地沾上炸漿 之後炸至金黃色再力乾油份便大公告成 熱辣辣又肉汁豐富 三件也不過28美元的價錢亦比韓式炸雞或算得多 炸雞口味全球獨家雖然這間爆大屋炸雞舖面細細 但來頭絕不簡單 它正是銅鑼灣廣島尖面本舖爆大屋的紫梅店 本店2001年成立於廣島 分店嫌疑遍布江山、福江、東京、沖繩及名古屋等地 至於炸雞店則只在東京及香港開設 當中大部分口味更是獨家供應 除了炸雞之外,熱狗也是重點美食 四款口味當中以他他醬炸雞熱狗最受歡迎 用紅香的熱狗包夾烤S鮮熱辣的炸雞 再植滿他他醬,醉吊五茶探番茄 至於廣島名物詐豪當然也值得一試 而新推出的咖哩便當就楊逸號F型風味 食五市與晚市的人氣選擇 讚文、楊雅清攝影、陳富權查詢電話289010013